大家好,我是小池 自从小池开了一个火焰龟苗怎么养的一个系列视频 跟大家分享火焰龟苗怎么养以后 有龟友在视频下留言说 叫小池也开一个关于亚具龟苗怎么养的一个视频 现在我们就是从我还没有卖出去的亚具龟苗里面 随便挑了两只 都是比较一般的亚具龟苗吧 我们也做一个亚具龟苗怎么养的一个系列视频 跟大家简单分享养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视频中会分享一些 就是大家反馈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也会在视频中跟大家分享吧 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给这两只亚具简单的做一个数据的一个测量 这个是8.3 这个是92克 这只知道9.3去了 这一只大一点的是112克 这样子测量这个数据也是为了日后看一下它那个生长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一个月测量一下看一下他们到底增加了多少的长度跟一个重量 这样子才能反映他们的一个生长情况 目前这两只小家伙的状态都还不错 然后我们把它养在这个火焰龟苗的旁边 在这个环境里面稍微可以晒到一点太阳 但是光线不会特别大 不会被曝晒 然后水温不会特别高的那种就OK了 然后如果想设置一个简单的一个环境呢 就是里面这个周转箱然后里面再加一个一块石头就OK了 如果大家受环境的一个限制或者是前期没有准备好 但是又想给亚具龟设置一个半水半路的一个环境 就可以参考小池这个 就是把周转箱的一头用个砖头垫起来 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有深水 潜水然后甚至有点小陆地休息台的一个环境 这算是一个小技巧吧 非常简单 可以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我们亚具龟苗的日记的第一个视频就这样子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